唯一血脉 说访点兵纵论航母 接下来进入长江评论 马上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国防大学上校房兵 房沙教 我们注意到在20世纪60年代 苏联海军的第一代航母 莫斯科号建成时 苏联人并没有把它叫做航母 而是称它为大型反潜巡洋舰 为什么苏联人要这样命名呢 它在苏联海军中一直不被叫做航空母舰 原因就是当时 前苏联海军的总司令 也就是战后的第二任苏联海军总司令 戈尔什科夫 在这里边打了个擦边球 因为我们知道 赫鲁晓夫是一个奉行崇拜 或者说崇尚火箭核战略的这样一个领导人 他认为只有战略火箭军的武器 就是战略核武器和海军的战略导弹核潜艇 才是最应该优先发展的 其他的一切 包括海军的远洋力量 包括空军 包括陆军的常规力量 都不在话下 那么为此 为了发展航母的问题 赫鲁晓夫曾经与苏联海军的原来的第一任海军总司令 就是战后的 这个库斯联总 发生了很大的争执 这个库斯联总 甚至为此被撤职 甚至降弦 被迫退出现役 可以说撞的是头破血流 继任的苏联海军总司令 戈尔什科夫 他要想再按照原来这样一个发展思路 公开的打着要发展航空母舰 这样一个旗号 我想他也不会有第二种结果 但是 他既是 但是戈尔什科夫这个人 应该说是头脑比较灵活的一个人 他跟赫鲁晓夫讲的是 你的战略导弹核潜艇是最宝贵的 是最怕敌人打的 那么他的对手就是美国的攻击性核潜艇 所以我们为了保护我们最宝贵的战略导弹核潜艇 我们就必须发展综合的远洋 反潜作战能力 那么这就需要发展大型的反潜巡洋舰 搭载大量的反潜直升机的这种反潜巡洋舰 那么正是在这样一个借口之下 打了这样一个擦边球 才艰难的拿到了 直升机航母就是莫斯科级的直升证 那么之所以莫斯科级这个直升机航母 被称之为反潜巡洋舰 道理就在这 我们知道苏联海军的第二代航母 基辅级是苏联海军历史上 建造数量最大的一批航空母舰 而很多军迷把它叫做混血儿 而它更广为人知的外号是鸟中蝙蝠 那据您所知 它这个外号又从何而来呢 这个航母为什么被称作为鸟中蝙蝠 它是鸟 它看起来像航空母舰 但是它又是航空母舰中的一个另类 因为它带着一小截巡洋舰的身子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它本身也是一个综合体 那么这一型航空母舰能够之所以出现 我想应该来说 以前苏联海军这个时候 它的航空技术的一个突破 有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讲这个莫斯科级只能搞直升机 没有能搭载固定翼的作战飞机 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的航空母舰 是需要搭载固定翼作战飞机的 而当时的苏联在没有弹射器的情况下 固定翼飞机上舰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这个时候正是亚克36 这个垂直起降飞机的出现 使前苏联海军获得了 在没有弹射器的情况下 可以使用这种类似于海耀的 亚克36垂直起降飞机 来够能够搭载上航空母舰 那么形成这样一个垂直起降航母的 这样一个思路 所以那么马上就停止了 莫斯科级垂直起降 这个直升机航母的建造 开始转而建造 并且是大批量的建造 前苏联海军的第二代航空母舰 使前苏联海军第一次 获得了远洋之上的固定翼飞机的作战能力 按照历史的顺序 接下来我们要提到库兹涅佐夫号了 他可以说原了苏联拥有大型航母的梦想 有人说如果把基辅级航母比喻为 人面尸身的混合体 那么库兹涅佐夫号才能算得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纯粹的航母 那对此您是怎么认为的呢 应该来说 虽然还带有一些巡洋舰的这样一些武器和特征 但是你从它这个整个舰体的外形来看 这就是一艘典型的航空母舰 当然这条航母 我觉得它最大的亮点的就是 我们知道前一代就是基辅级 前苏联海军没有弹射机 只能搞垂直起降飞机上舰 而垂直起降飞机与这种常规弹射起飞的 大型固定翼的作战飞机相比 它的作战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如果打起空战来 那么雅克36海耀这种飞机 跟对方的固定翼舰带机打 是占不到任何便宜的 而前苏联海军这个时候 仍然没有解决弹射器的问题 那么他们又采取了一个有意义的一个发明 跨越过了这道门槛 弹射器的这道门槛 那就是我们知道叫做斜角飞行甲板 也就是现在的库兹涅佐夫号 建守的这样一个十几度的斜角飞行甲板 那么有这样一个斜角的飞行甲板 再加上前苏联 它这个航空工业的技术 我们知道苏联7这种飞机 米格29这种飞机 飞行的速度品质都非常的好 起降性能非常的好 那么在不满载不满挂弹药的情况下 利用它非常好的这个起降性能 飞行的品质 再加上那一个斜角飞行甲板 居然它就可以在没有弹射器的情况下 在库兹涅佐夫号 这种大型的航空母舰上起降 可以说搭了个桥跨过了 苏联一直没有突破的这个弹射器这样一个技术 使苏联海军终于获得了 六七万吨的航空母舰上 具备了搭载固定翼常规作战飞机的这样一个能力 所以我可以讲 这是标志着前苏联海军航母发展的一个巅峰之作 好的感谢房上校的精彩点评 前苏联的航母的发展 可以说是历尽沧桑 最终却昙花一现 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关于航母的故事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长家新闻